所以這場戰鬥發生什麼事情了 往生騎士 我們播放一下 他有什麼技能可以鎖血成這個樣子 這什麼狀況 他沒有下馬 他的血少他應該要下馬 但是他卡住了 他現在應該是處於他要下馬的那一個無敵的時間 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是誰的動作把他卡住了 導致他沒有下馬 所以他就一直在無敵的狀況下 是這個樣子嗎 你看他承受的傷害66B 所以我竟然在解日常任務 然後竟然翻車了 我剛剛想說把這個爆火除魔給解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那個這個 往生騎士 往生騎士 這個有興趣的人研究一下這個bug是什麼產生的 往生騎士的話呢 當他這個生命值 看一下 在什麼地方 正面 沿著這邊下降 全部充能 免疫傷害 是專武嗎 不對 還是加劇啊 非騎乘狀況下 這好像是他的一般技能啊 不用加劇啊 在騎乘狀況下 會使坐騎充能 發起衝鋒 欸 他那個是騎在哪邊啊 呃 這裡啦 當他的生命降到25%以下的時候呢 他會進入非騎乘狀況 對不對 然後免傷跟控制 但是剛剛的狀況是說他一直沒有辦法下馬 所以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讓他沒有辦法下馬 是下馬是一個動作嗎 然後剛剛他頭上好像還有這個 熊妹的那個 那個灰計 熊妹的灰計 欸 可是那個熊妹的灰計是什麼 屍咬印記嗎 可是 可是屍咬印記是純攻擊的印記啊 好 所以說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太雷砂的話應該也是沒有什麼關係 好 那 我們 我們再打一下 我本來是想要聊一下說有關於這個 新的那個大禮包 今天是這個聖誕節 其實聖誕節好像沒有什麼活動 昨天有一個小小的這個禮包 稍等一下喔 爆火除魔 好 繼續冒險 那這樣子應該只剩一個這個特雷之諾了吧 好 這個樣子 應該 不會 再發生一樣的狀況吧 好 送死流 有啊 他下馬啦 他順利下馬就結束啦 這樣子 OK 好 那至於說這個爆火除魔的話呢 這個就完全沒有什麼 完全沒有什麼 什麼什麼解謎成分 這個大家點一點的話 應該就可以輕鬆過關了 可是有沒有這個多線的這個 這個劇情 大家可以測試看看 譬如說你不拿斧頭啊 然後繼續往前走啊 看看會發生什麼情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貿易港 貿易港呢 這邊有一個這個豪華大禮包 其實我也在想說 要不要買一下 這個豪華大禮包 他的意思就是說 上面這一個 原本是 這個最貴的 99.99美金嘛 那當你下面買一個禮包呢 他就會打 怎麼講呢 就是少10%的價格 然後呢 買兩個 他就變八折 買三個他就變七折 那我覺得 這前三個禮包還算OK啦 因為這個40占星抽嘛 40時光揮擊都用得到 然後再來2999這一個 2999這個的話 大概是台幣700多喔 那他是兩個這個專屬的家具券 家具其實沒有那麼急喔 這個慢慢抽就好 然後 這個獸靈的話 這可能是大老有影響 那獸靈的話 對我來說其實也是有差喔 因為獸靈的話 如果說你的貓頭鷹 還沒有三級的話 有一個三級的貓頭鷹 你在操作業的話是蠻方便的 因為之前有測試過 三級的貓頭鷹 他開那個訓練之後呢 確實傷害會提高不少 所以說貓頭鷹三級的話會有感 那如果是說你要打到五折的話 你至少要買9 8 7 6 5 你要買五個禮包 上面三個只限購一次 所以你2999至少買兩次 那這樣算起來的話 這樣子大概是3000塊錢 買五個禮包 然後呢上面這個就會變成是打對折 打對折的話呢 就是1500買這個禮包 那他是這個 這個這個飛太拉 飛太拉半神的這個角色 一般來說 如果說大家都有在認真打祖咒夢境的話 占星抽也不是很欠 然後呢再來是配三個這樣的寶箱 這三個寶箱 再加上一個飛太拉1500 然後鑽石是6000 我自己是覺得不大划算 因為重點是你前面還要買3000塊 不過大老是沒有什麼影響 那當然我覺得CP值最高的 還是這個賞金色 靠賞令 因為靠賞令的話 像這個我就有買 這個偶爾會買 那這個的話呢 你看這個如果說是700塊錢的話 我們來看 如果說你買下去的話 基本上700塊錢的話 至少有8000鑽石 然後 金稅的話是4900 金盒的話 好像是2500左右吧 對不對 那這樣是700塊 那如果是說 剛剛看到這個豪華大禮包的話呢 這個的話呢 就是你花了 1500或是3000 買到了3000的金盒 1500的金盒 1500的金盒 然後3000的金稅 都比不上這個賞金色的 但是賞金色那個是 CP值高 但是你是慢慢領的 這個是直接可以讓你換 如果說你真的很急的話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說 你的這個 怎麼講 你向往後月卡檔 然後偶爾買一下賞金利 你的月卡都買完了 然後賞金色都買完了 那你再去考慮這個 豪華大禮包 這個樣子 好了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 然後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